来了客观 娃娃不仅可爱还会杀人 他们在深夜拿着凶器悄悄行动 千万要小心哦 今天小星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片 1987年上映的恶魔娃娃 朱迪是一位善良可爱的小女孩 她自小父母离异 有时跟着妈妈 有时跟着爸爸 但娃娃泰迪却一直陪在朱迪身边 这年正逢暑假 大卫和新婚妻子带着朱迪去度假 天气预报里播报最近都是大晴天 可天空中却突然乌云密布 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 果不其然厄运降临 车陷入泥坑打滑无法行进 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 大卫决定去附近居民家借宿一晚 于是他们便汽车离去 比起善解仁义的妈妈 朱迪不怎么喜欢这个冷漠的后妈 因为后妈把她的好朋友泰迪扔掉了 于是她觉得泰迪会找后妈报复 只见泰迪从草丛中缓缓走出 她打破了一块温柔的伪装 露出了锋利的獠牙和尖锐的爪子 她猛地扑向后妈撕咬起来 接着一掌拍晕大卫啃食起来 最后泰迪张着血盆大口向朱迪打招呼 不过这一切都是朱迪的幻想 后妈和大卫折返回来唤醒了她 但大卫早已受不了朱迪的这些行为 整日幻想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在她发飙时 转头下发现已经到了目的地 可这家人不知怎么回事 敲门几次都无人回应 就在两个大人争执时 朱迪发现了地下室的门是开着的 正巧此时暴雨到来 大卫毫无犹豫地走了郡去 尽管后妈认为这是私闯民宅 可她不想淋湿自己的大衣 紧接着把外面的朱迪也拉了进来 朱迪环顾周围 角落里一个不明物体忽然探出 年幼的朱迪猛然受到惊吓向后退去 一不小心撞倒了大卫和周围的物品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主人 方式的主人是一对老夫老妻 虽然他们对三人的不请自来甚是不满 但由于长期从事制作娃娃的工作 所以夫妻俩很喜欢充满童心的朱迪 于是决定留宿可怜的三人 房间中各个角落都放满了精致的娃娃 朱迪瞬间便被吸引住了 男主人承诺吃完饭就带她参观 在两人离开后 桌子上的娃娃突然诡异地眨了眨眼 紧接着朱迪好奇地参观着房子 就在一间紧闭的屋子前 他隐隐于约听到一阵嬉笑声 误以为又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于是天真的他并未放心上 贴心的女主人准备了晚饭 接人围坐在饭桌前闲聊 原来这里时常有暴风雨 夫妻二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天气 他们也很喜欢没完没了的暴风雨 就像世界上最漫长的夜晚一样 正巧男主人深夜制作娃娃才会有灵感 这样的天气对工作来说十分有益 但是他很疑惑 朱迪身为一个小女孩怎么没有娃娃 迫于后妈的威胁 他只能谎称娃娃掉进树林里了 好亲的男主人听吧 拿出一个很喜欢的娃娃 她名叫潘去 搭档也叫朱迪 正巧与可爱的朱迪崇明 朱迪近壮欣喜万分 就在此时 彭克姐妹突然闯了进来 绅士拉夫已紧随其后 原来彭克姐妹搭上了她的车 她很有礼貌地和屋里的人打了招呼 但彭克姐妹却如流氓般叽叽喳喳 热心的男主人邀请拉夫入座 向他介绍了在座所有人 天真的朱迪还介绍了新朋友潘去 拉夫也很喜欢潘去 但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不应该再喜欢这些娃娃了 天寒地冻 到了睡觉的时候 男主人先安顿好了大人们 接着安排朱迪和同性为敏的拉夫 在经过那间紧闭的屋子时 朱迪天真发问 这里是否住着小精灵 但男主人声称 这里只是储藏室 真正的小精灵可能在工作室 于是他带两人参观了工作室 里面放满了精致漂亮的娃娃 拉夫见到也是爱不释手 小时候爸爸经常告诉他 玩具也会玩耍也会吃东西 但很遗憾的是 在九岁时 拉夫的爸爸就去世了 不过他现在还记得 小时候的每一个玩具 男主人回应安慰拉夫 玩具是忠诚 他们也同样记得拉夫 参观后就要去睡觉了 朱迪和男主人以及拉夫互到了晚安 外面电闪雷鸣 似乎预示着危险的到来 彭克姐妹本想抢劫拉夫 但是这么多人似乎不太可行 烦闷的两人推下桌子上的娃娃 听起了音乐 女主人送给她们浴巾的时候 她们打探到家里有许多古董 并且夫妻二人住在房子的另一头 于是彭克姐决定今晚将这里洗劫一空 彭克妹虽然不想对老年人下手 但最终还是架不住彭克姐的劝说 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彭克妹负责钉烧 彭克姐趁着叶子溜出去偷东西 可她丝毫没有注意到 黑暗中有无数张嘴巴在窃窃私语 彭克姐拿着手电筒溜进了古董收藏间行窃 可就在她偷东西时 音乐盒三番五次打开响起音乐 彭克姐连着关闭了几次 她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洋娃娃心红的眼睛突然转了起来 同时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正当彭克姐偷的惊性时 桌子上的音乐盒再次响起 紧接着身后突然传来稀稀缩缩的脚步声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股神秘的力量瞬间将彭克姐拖倒在地 她被撞得满脸是血 接着又被猛地推出房间 正巧朱迪出来喝水 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彭克姐眼貌惊性 向朱迪发出无助的求助 可下一刻 她再次被无形拖走 朱迪害怕地跑到大卫屋里 向他们讲述了小精灵抓走彭克姐的事情 可大卫对朱迪早有不满 好不容易有个浪漫的二人事件 又被朱迪给破坏了 大卫还以为她在编故事 一时间暴跳如雷 历声轰走了天真的朱迪 长夜漫漫 拉夫望着床头的娃娃自言自语 正当她准备睡觉时 一只小手突然摸上了脚踝 拉夫惊声尖叫立马坐了起来 原来是朱迪和潘去来了 朱迪抱怨爸爸大卫不相信小孩子 可是妈妈一直都是相信他的 泰迪和潘去也会相信他 拉夫直言 自己也相信小孩子 于是朱迪将彭克姐遇害的事情说了出来 虽然拉夫不太相信 但还是听她说完了一切 她安抚好朱迪的情绪 嘱咐她快去睡觉 可就在朱迪转身离开时 拉夫突然发现了她拖鞋上的鲜血 于是她决定陪同朱迪去查看 阴森昏暗的走廊上 拉夫和朱迪小心翼翼的搜寻着 中途攀去突然掉落在地 朱迪拖起后 转身去了一旁的房间查看 但拉夫却没有注意到 她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老鼠声 转身后 突然发现朱迪不见了 拉夫心急如焚 害怕她出事 不过好在虚惊一场 朱迪只是去检查那间房子去了 等二人会合后 突然发现地板上有着一滩鲜血 顺着血液的方向来到了阁楼 打开门后 一股风正巧吹灭了蜡烛 拉夫和朱迪咄咄咄地走上阁楼 紧接着 身后的门竟然自动关闭了 黑漆漆的阁楼里 伸手不见五指 一道闪电 突然照亮了朱迪身后 那模糊的身影 似乎是奄奄一息的朋克节 但是拉夫和朱迪都没有看到 如今事态有些严重 拉夫觉得应该通知其他人 可朱迪认为爸爸都不相信自己 怎么可能会相信拉夫呢 就在两人讨论时 拉夫突然被不知名生物咬到脚踝 接着又被半岛摔下了楼梯 但好在没什么大碍 两人立马跑去通知其他人 不过事实如朱迪所料 没人相信两人说的话 他们甚至以为拉夫杀了朋克节 朱迪出言为他辩解 可他一个小孩子人微言轻 根本没有人相信 看着满身的血迹 拉夫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大卫健壮力声命令朱迪 与他们一起过夜 不准再与变态拉夫来往 可朱迪认为拉夫是自己的朋友 一气之下便生脱了 大卫立马追了上去 他准备撕烂攀去 以此逼迫朱迪现身 没想到还没毁掉攀去 自己反倒被咬了一口 接着大卫拿起蜡烛 准备烧毁攀去 不承想 辣油滴到了自己的脚上 他吃痛的扔掉了攀去 转身下 攀去竟然消失了 所有大人都不相信拉夫 他只好自己去找 彭克姐的尸体 转弯下 竟然遇到了男主人 男主人声称 那些红色的液体 只不过是颜料 他工作室不小心打翻了 希望拉夫不要说出去 否则夫人会生气 至于彭克姐 可能就是在房子里迷路了 如果明天还见不到他 男主人承诺 自己会去找他 拉夫这下才稳下心来 他怎么会相信小孩子的话呢 真是太荒唐了 接着拉夫去清理血迹 正巧朱迪碰到了他 更不巧的是 潘去竟然也在一旁 面对着漫长的暴风雨夜晚 朱迪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夫安慰他 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就在此时 潘去竟然开口说话了 拉夫和朱迪当场震惊 呆愣原地 彭克妹回到屋里 她突然发现音响被莫名打碎 朱子诚的一排娃娃 竟然回到了原位 他们脸上赫然有着一样的表情 不过彭克妹并没有放在心上 她点燃蜡烛 准备出去找彭克姐 穿过昏暗的走廊 来到了阁楼门口 这时彭克妹突然发现了 梦游的女主人 女主人行为十分诡异 她竟然推着一辆一安车在行走 而里面赫然放着一个精致的男娃娃 等女主人离去后 彭克妹悄悄来到了阁楼里 她终于发现了角落里的彭克姐 只见隐隐一息的彭克姐坐在地上 她用谨慎的力气 嘱咐彭克妹快离开 电闪联名下 彭克姐的可怕模样吓坏了彭克妹 只见她一双塑料眼球 和那些洋娃娃一样 接着两个骇人的眼球滚落在地 只剩下了血淋淋的空洞 彭克妹尖叫着想要逃跑 可是胳膊突然被一个牛仔娃娃套到 好在她集中生智 用打火机点燃了牛仔 这时彭克妹才意识到 娃娃杀人是真的 很快许多娃娃都围了上来 彭克妹脊脚恶狠狠地踩上去 接着她抽出皮带不停挥舞 鞭打之下 娃娃们外壳破裂 一个个露出恶心粘腻的内脏 还有那恐怖骇人的骷髅头部 等彭克妹好不容易跑出去之后 迎面又遇到了木头士兵阻拦 他们整齐划衣 犹如人类般发号失定 接着彭克妹身中树枪 倒在了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 后马烦躁地在屋里休息 可就在此时 被子里突然暗潮涌动 她壮着胆子掀开 只见是一床娃娃 他们个个目露凶光 手拿尖锐武器 狠狠戳在后妈的身上 后妈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不小心打翻了音乐盒 此时的音乐 犹如催命符般刺耳 后妈想要找彭克妹求救 不想屋里竟然也有无数个娃娃 他们不断发出世人的笑声 眼看越来越多的娃娃围了上来 走投无路的后妈跳床自杀了 另一边 因为朱迪总在储藏室门口 听到小精灵说话 他觉得娃娃们一定都在这里 但拉夫有些害怕 于是假装门被锁了 可就在此时 门竟然自动打开了 拉夫指的战战兢兢的走了进去 两人刚进去 门忽然自动关闭了 他喃喃自语 可能只是疯 可周围的娃娃突然发出害人的声音 仿佛在回应拉夫一般 接着 两个人打开了屋里的吊灯 只见里面有着一整不精致的娃娃 拉夫本来有些心慌怒放 但一听到这些娃娃就是杀人娃娃时 他立马放下了 接着 身后突然传来诡异的嬉笑声 拉夫这才明白 这些娃娃都是活的 正如小时候爸爸讲的一样 可他只是以为那是一个故事 看着满屋的娃娃开口说话 拉夫心里 不免生起一阵寒意 他抓起朱迪的手就要离开这里 接着不断替飞踩碎面前的娃娃想要冲出去 一瞬间 所有的娃娃面目猙獰 一个接一个扑了上去 他们有着锋利的舞技和尖利的獠牙 拉夫很快便被打倒 但这个时候他还想着让朱迪快跑 看着朋友受难 天真的朱迪立马上前阻拦 那些娃娃不想伤害年幼的朱迪 于是便停止了打斗 接下来 娃娃们七嘴八舌的开了个会议 得出的结果是 拉夫是一个同行未免的大人 最后他们放走拉夫和朱迪 朱迪和娃娃道谢后 两人便走出了储藏室 拉夫还在安慰自己是做噩梦 可就在此时 大卫怒气冲冲的找了过来 原来就在刚刚 大卫找不到朱迪便回房了 他误以为后妈生气了才会不理自己 于是 他准备洗个澡后继续二人世界 可等他洗完澡回来 他才发现身边躺的竟然是个死人 只见后妈脑人裸露在外 骇人的眼球挂在脸上 大卫以为是拉夫这个变态所为 他瞬间暴跳如雷 一旁的朱迪为拉夫辩解 讲出了娃娃杀人的事情 可大卫根本听不下去 挥起手中的武器就开始打斗 拉夫本想用羊娃娃来阻挡 最后想到他们是活的 立马如抱婴儿般抱在怀里 大卫朝朝毕命 还打翻了一旁的货架 朱迪想要阻止火矛三政的爸爸 不料大卫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 拉夫见状立马还击 他让朱迪保持安静 自己和大卫谈判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拉夫也不愿意相信王阿世活的 可事实就是如此 此时的大卫如同丧失了理智一般 拿着木棍轮了过去 接着还打晕了上前阻拦的朱迪 就在大卫准备向拉夫下死手时 朱迪的朋友攀去出手了 一把螺丝刀精准地扎在了大卫手上 接着拿出了一把利剑跃跃欲试 大卫见状瞬间傻眼了 来不及思考 他就开始和攀去打斗起来 同时 拉夫和朱迪被娃娃们拉进了储藏室 攀去身材娇小 躲在角落里发案件 折腾得大卫苦不堪言 癫狂的大卫拿起锤子乱砸一通 转身下 攀去竟然拿起了电钻机 大卫顺电下的目瞪口呆 下一刻 集中生智拔了电线 猛地把攀去拉了过来 接着残忍地解决掉了攀去 此时男主人和女主人姗姗来迟 他们斥责大卫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 还伤害了朱迪的好朋友攀去 大卫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猖獗放话 自己也会这样对女主人这个老巫婆 碰巧猜中了两人的身份 男主人是巫师 女主人是巫婆 这一屋子的娃娃都是他们的家座 大卫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嘴中不断咒骂朱迪和拉夫 还拿出攀去的尸体 挑衅夫妻二人 接着就要抡起大锤子去砸玩具 男主人却丝毫不在乎 他始终认为玩具是孩子们童年的唯一 玩具永远是忠实的陪伴者 夫妻二人一直秉持着给别人一次机会 有些大人的痛苦也可以变成爱 只要他们能够感受到玩具的善意 可有些人只能重新开始 就比如如此执迷不悟的大卫 紧接着夫妻二人眉目稍稍移动 大卫瞬间面目扭坐一团 在一阵痛苦哀嚎下 大卫变成了攀去的模样 一夜暴风雨终于过去 夫妻二人叫醒了朱迪和拉夫 拉夫精神尖叫杀人娃娃 可男主人谎称这一切都是噩梦 昨晚晚饭后 朱迪和拉夫两人就不见了 今天早上在拉夫的车边找到了他们 而其他人已经离开了 大卫交代拉夫将朱迪带回去找妈妈 已经为两人准备好了机票 拉夫心里有些不寒而栗 但还是假装镇定 朱迪和攀去告别 攀去竟然开口说了再见 拉夫立马拉着朱迪就跑 泰迪也回到了车上 但最后朱迪决定让泰迪留下 与其他娃娃一起玩耍 接着 拉夫载着朱迪离开了这里 朱迪心里计划着 希望善良绅士的拉夫和温柔的妈妈在一起 本篇属于黑暗的童话故事 故事简单的带容丰富 有着神秘诡异的情节和气氛 玩具娃娃的复古感和老房子的布景都很棒 每一束娃娃杀人的场景也颇有创意 虽然是血腺恐怖片 但有一个纯真的主题保持一颗童心 属于一部披着恐怖外衣的儿童片 相比较其他恐怖片 娃娃们是属于有原则性的杀戮 通过故事探讨了善良同心与爱 对娃娃善良就是对人善良的开始 善良和爱就是生活的希望 好了 小青发言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见识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